雷雷 她是巧笑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是 丁克 我们之前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过了35岁 为什么我们还不生孩子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页面置顶的那条视频 那么其实我们在上次视频里 也说了我们 也没有说是一定就要 以后就会丁克 对吧 我们觉得丁克在中国真的很难 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对吧 第一个压力 传统观念 家里人的压力 假如我们两个人 就是跟父母说 我们不要兴孩子了 我们要做丁克了 中国的老年人 绝大他们 肯定是不赞同 不要孩子的 他们会跟你讲 你看人家谁谁谁 那孩子都会打下留了 可是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限于 现在是50多岁 或者50多岁往上的父母 大概会更趋于 就是让你 沿着传统的人生轨迹走下去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我 他比较年轻 他的父母可能是40多岁 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 就是他爸爸 人家写了一封信 就写的是说 我希望你的人生 最大的目标就是个快乐 不指望说你一定要生孩子 就是只要你觉得你自己快乐 我和你妈妈就是什么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样的爸爸简直是太牛逼 我觉得年轻的父母的接受程度 会越来越高的 第二个压力呢 就是来自于周围环境的压力 你周围的朋友 绝大部分的朋友 全都是小孩 而且每个小孩都挺可爱的 大家凑在一块聊什么呢 孩子的教育 孩子上什么补习班 全都是这个 这个会让你感觉 很有那种孤立感 我就是特别怕 比如说你一些同学群啊 其他的女生们 大部分人家都已经生 就生孩子了嘛 万一谁把自己小孩 教育在同学上面炫一下 然后大家都会说 好可爱好可爱 然后这个就盖楼 又盖一层很多 这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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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晒我的孩子 大家都开始 我晒不了 我没有孩子 晒不了 谁还不是个宝宝 第三个压力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 自己内心的一种压力 因为每个做丁克的人 都是第一次做丁克 他一辈子也就 只有一次机会 做这个丁克了 对吗 他不知道未来 会是怎样 因为毕竟在中国 所谓的丁克也就 最近二十年 才多了起来 那么老了之后 到底怎么样的 因为我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过 五六十岁的这种丁克 哦 我举手 我以前在采访里面 遇到过一对老丁克 应该有 他们是故意 就是不要孩子 对吗 对 他们今年已经有七十多岁了 他们是年轻的时候 就移民到美国去了 然后等到他快六十岁的时候 夫妻两个就又回来中国了 在中国生活 生活里面就一直没有小孩 然后养了两只猫 就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感觉 他们两个是很幸福的 可能是因为 两个人的快乐 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觉得就不要孩子 他本来是移民的美国 后来又回中国了 嗯 现在在哪儿生活 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做丁克 就是这个现象 你还需要跟别人解释 可能再过一些时间之后 如果大家不把这个事 都解释了 这件事很正常的 那就是你想要选择的 你就要这样活嘛 如果有一天 这个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可能是中国的社会也进步了 就更宽容一些 以上呢 就是我们觉得 作为一个丁克的 中国面临的这些困难 三座大山 所以你对丁克这个群体 就是怎么看的 欢迎评论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啦 雷雷和乔乔 但是这个是什么 我是现在在这里 我心里的 соврем頤 我心里的 '